歡迎回來 美國總統拜登他到底怎麼了 我們看到他出發很多國家 結果不是講錯話 就是達菲所謂 現在還發生了拜登失憶的狀況 這個時候是看到 他是在去哪 被問到你去了哪一個國家的時候 結果是靠別人提醒 才想起來這個答案的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畫面 我可以看到他被問到的時候 結果一直不停的繞來繞去 結果就是沒有給出一個答案 最後是被一個小小朋友救場的 好 我們看到這狀況其實 已經不只是第一次了 現在美國前總統川普他就說 如果你拜登再連任的話 你可能就真的會使美國陷入混亂了 而且他演講演到一半 你知道拜川普他可能就是 比較娛樂性的結果 邊演講之後他還開始模仿拜登 走路一個老糊塗的樣子 再帶您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我們市長來賓已經笑成一團了 好 的確他不只是模仿走路等等 那現在就是在共和黨的候選人 現在也直接直言了 說你這個拜登真的是還撐不過第二個任期 而且他是用活不過 你活不過第二任期啦 因為現年八十歲的總統拜登 很有可能在五年內去世 如果成功連任的話 那選民可能就需要指望副總統賀錦麗了嗎 好 不只是相關的不管是外交等等一些行為 比較緩慢被人家揶揄之外 現在很令人擔心的就是美國的經濟了 現在美國經濟下滑的有多嚴重呢 看到第一共和銀行現在是再度的拉緊報 白公也稱如果必要時就會介入了 那麼現在從數據上也看得出來 美國的經濟衰退是真的要準備來了 因為第一季就是在今年的部分 GDP是已經爆百分之一點一 遠遠低於預期了 而且也顯示出來這個通貨膨脹 仍然是非常的嚴峻的 經濟學家也進一步指出了 現在聯邦的債務違約狀況 也讓美國經濟恐怕還會再持續的往下墜 看到這個部分是由錢費的經濟學家所提出來了 因為他說衰退通常不是威力郎時刻 莫名其妙就是從底部突然間坍塌的下去 往往是由某一件事情發生之後 把他們給推落懸崖這個部分 好美國狀況有多少 看到俄羅斯俄佐菌的人 還是冒充了澤蘭斯基 跟美國的這個聯儲主席鮑爾來通電話 結果這個事情就發生在今年的1月的時候 鮑爾還真的以為自己跟澤蘭斯基再通話 他就說這個預測美聯儲能大幅加息 一定程度上等等等等 這個對話還持續了一個蠻長的時間 那彭博社也另外也提到 現在可能會引發人們對於美聯儲的安全性 進行質疑了 因為對方冒充烏克蘭總統 結果還真的是一個對話 有形成這個樣子 那麼另外看到了現在 對於中國的這個部分態度 美國可以說是又愛又更 其實沒有不停的一直 不管是在關稅 或是說各種美中抗戰之後 結果其實很多經濟又脫不了關係 因為美國也強調 無意跟中國來脫鉤 應該要降低供應鏈的風險而已 我們來聽一下蘇利文 他當時是怎麼說的 好可以看到蘇利文的說法呢 非常的明確 他是強調了 美中雙邊貿易二零二二年是創下了新紀錄 所以也就是說兩邊關係其實很密切 也是很難再脫鉤的 戴琪也提到 他很感興趣的是 這兩個經濟體之間 整體經濟失調 以及我們所需要找到方法 來公平競爭 他打算找到中美共存的這一個方法 那麼看到其實在美國白宮的官員 頻頻釋出對華脫鉤這個論點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人表明就是說 聽聽就算了 這個是香港的媒體所提出來的觀點 認為美國的這個白宮官員 這邊一直不停地在反對脫鉤 是希望可以加強對華溝通的同時 另一邊又無視國際貿易的相關規則 大搞貿易保護主義 搞得半跳 那就是美國的 那就是美國的 你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想要更公平 更持久的經濟地位 只是想要在這個國際局勢上面 持續你老大的這個地位而已 好 岳謙哥你怎麼看呢 中國大陸現在完全不跟美國對話了 其實就是把它擺在一邊 你看到不管是葉倫多次的時候 要去中國訪問 都不理他 然後商務部也是 戴琪那就從上任以來 就一直想要去 然後沒有人要搭理他 蘇利文 布林肯 布林肯自己取消以後 然後中國說我沒有邀請你 然後現在說他想再回來 沒有人要邀請你 所以他就適當就被釀在那個地方 釀在那個地方 坦白說美國確實也束手無策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商業沒有對話 財政沒有對話 軍事沒有對話 政治什麼都沒有 沒有的情形下就只好自言自語 自言自語 但是問題就在於 中國大陸不會信 可是他現在擔心的是 國際之間對於美國的貿易政策 越來越質疑了 因為美國的所有的做法 越來越違反WTO的 自由貿易的這個政策 也就是說對於中國限制這個 限制這個 卡這個 卡那個 很多國家都覺得說 你已經一直在違反 這個整個自由貿易的政策 你已經違反貿易自由化的 公平正義原則 美國在國際間 他事實上是越來越被孤立 所以你看到歐洲 越來越多的國家說 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法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然後接著你看德國就是 我們跟法國立場是一致 歐盟也跳出來說 我們跟法國立場一致 所以歐盟已經慢慢的就 離開美國就遠一點了 他跟美國還是很好的關係 但是已經不再像過去追隨著 他開始有點脫離 拒絕附屬的概念 對 那現在唯一還追隨的 只剩下英國 甚至連英國的外交部長 都說我們不能夠完全 跟中國大陸斷絕關係 我們也不能夠 不跟他做生意 但是我們要繼續遏止他的發展 我們要繼續 要用軍事方面來去牽制他 但是我們要賺中國大陸的錢 坦白說沒有人理會 所以英國的外向講完話以後 大陸也不會理會 也沒有回應 那就等於是大陸看起來目前 對於這些英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都完全還有美國這三個國家 都完全擺在一邊 反而跟澳大利亞的關係 慢慢的在加溫了 歐洲的關係也在加溫 可是立陶宛還是被擺在那個地方 可是我覺得美國 已經越來越擔心一件事情是 美國他知道他沒有辦法 跟中國大陸脫鉤 可是中國卻可以跟美國脫鉤 中國似乎開始慢慢的 離美國越來越遠了 而且很多的東西開始主要的 都是自給自足了 也就是說他可以跟美國慢慢的 不從你這邊進口 但是你美國不得不從我這邊出口 到你那邊去 所以他跟美國的進口的量 在減少 出口量卻在擴大 他對於美國的依賴 其實是越來越小 相反來說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反而一直在增大 我覺得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說 美國的國內付出了什麼問題 很多的人都在提出警告說 美國的銀行相當有可能 會骨牌效應崩倒 過去崩了兩家 現在第三家又出來了 這一家 美國白宮舊還是不舊 美國白宮表明態度是舊 但是問題是你的籌碼在哪裡 你的銀彈在哪裡 能舊多少家 對 因為大家都已經告訴你說 你很有可能在六月的時候 就出現的債務違約 如果一旦在六月就發生 因為原本認為還往後 可是他現在很明顯的看到 美國的財政收入出了問題了 所以葉倫著急到不行 但是目前來講政黨惡鬥 共和黨就是說我可以讓你 舉戰1.5兆 但是你必須要答應我 節約 節省 這個在美國社會來講 是講得通的 那白宮反對 可是問題就在於 那現在求約回到白宮這邊來 拜登 拜登如果不同意的話 到時候違約責任就在拜登喔 那韓兵哥你怎麼看 這個拜登的這種年紀問題 真的有可能成為 他連任上的阻礙嗎 我覺得美國人現在也太狠了一點 直接預設他五年 活不到五年後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過分了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還是對老人家有基本的尊重 老人家 我覺得不能這樣 但是年齡確實會是一個隱憂 因為拜登早在他當年跟 川普競選的時候 就已經被 就已經被川普嘲笑過很多次 那他這幾年這種 這種看起來好像一時謊神 然後一下子 好像不協調的這種狀況 出現過非常多次 所以我個人覺得 拜登恐怕 因為他已經宣布他要競選年任 所以他必須要 可能他的醫師團隊什麼 要提出一個 能夠讓美國民眾 幸福的一個理由 就是展現他自己的健康狀況 是非常良好 我覺得這樣才能夠取幸於人 然後我現在發覺 原來共和黨 這麼多人要選總統 每次來講的人都不一樣 一大堆 十幾二十個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 大概絕大多數人當選機率 都跟我差不多 那我覺得美國現在其實最大的問題 是他自己內部本身的問題 就好像剛剛賴老師講的 我覺得在野黨提出來的條件 其實是很合理 你的欠債已經在台高足了 所以我同意讓你放寬上限 但是你必須要 財政紀律要嚴謹要緊縮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子嗎 就是一個欠債的人 你要跟我借錢可以 但是你要具備還債能力吧 是不是應該這樣 我覺得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 然後結果拜登政府說不 那為什麼我還要借錢給你 對不對 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事實嗎 所以我覺得拜登現在 一心一意看的都是外國 都是中國大陸你要怎麼樣 歐盟這些國家你要怎麼樣 問題其實在你自己身上 而且我覺得美國的 出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這一個 鮑爾為什麼會隨隨便便 接一個外國元首的電話 然後還真的對話起來了 對 你是美聯儲主席 第一個 則烏克蘭的總統 隨便便打電話給你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那第二個 美聯儲主席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職位 他關乎到美國整個國家的 經濟安危 你可以隨便接外國總統的電話 你我覺得 不知道自己都沒想過這件事嗎 你照理來講 應該是要有你的總統告訴你可以 可以去跟他談話 你才能跟他談話吧 你怎麼可以隨便去接這個電話 所以我覺得美國光是一個 基本的紀律都出現非常大的問題 但是美國現在他完全不管這些 我自己內部的問題你不要管 我就是要對外去搞 現在他的歐洲盟友們 為什麼會開始越來越離他 因為第一個 我現在跟你走太近我很危險 第二個 美國過去這兩年的時間來 他一直用一種以零為貨的政策 他不斷的升息 造成歐洲這些國家壓力越來越大 然後對自己的進行保護主義 讓歐洲這些國家的產品賣不到美國去 可是他的產品要賣到歐盟去 所以歐洲這些國家現在發覺 跟美國做朋友不是什麼好事 所以我要跟你保持一定的距離 所以現在不是中國大陸 不願意跟美國做生意 而是美國自己的政策 導致大家不願意跟他在一起 所以美國人如果自己不改變 你自己的下場會很慘 李治根呢 你怎麼看 我們剛剛講說 大家都喜歡跟哲倫斯基談話 我們必須要這樣子講 哲倫斯基日前 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通過電話 電話內容到底談了什麼 一大堆 可是我們台灣的新聞都在講什麼 我們台灣的新聞都在講說 他們討論的內容其實在講說 應該要送回 遣送到俄羅斯的兒童 這當然是一個角度 但是還有其他的角度 什麼角度 這個我有查證過 這真的是烏克蘭的總統府 他的一個網站 就跟我們中華民國總統府的網站 是一模一樣的 他裡面很詳細講了 他跟習近平到底會談了什麼 會談了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紅色這條線 這個其實他在講的是 烏克蘭遵守one China policy 一個中國政策 那反對應當初 蔡英文總統告訴我們說 邀請國人那個積極響應 和民主自由站在一起 我們是拿熱臉去貼人家冷屁股嗎 人家是要一個中國政策 我們有想通嗎 那大家一天到晚講 講那個遼寧劍講山東劍 那是哪一國賣的 當然山東劍是自製的 遼寧劍就是烏克蘭賣的 對不對 我們也想清楚這個問題嗎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那個 國家我們沒有講 那是巴拉圭 他四月三十號要選舉 他選舉的時候 他的候選人講什麼 總統候選人講什麼 他說台灣必須要補償我們的損失 我們到底是欠了你們什麼 其實這個就是剛剛那個前面 無論是賴老師或韓民哥講的 也就是我們外交部 到底是一個什麼政策 我們拿了大錢送給了立陶宛 結果立陶宛叫給我們一個什麼 台灣人辦事處 那人家跟我們有邦交關係的 一看相對剝奪 這就叫做相對剝奪 人家跟你沒有外交關係的 拿那麼多錢 我跟你有外交關係的 拿沒有那麼多錢 那當然我要 那個就是他所謂的賠償損失 大家有去看過我們的邦交國嗎 其實非常少 可是因為我海軍的關係我去過 我那個去過諾魯跟索羅門 我去諾魯 他的從機場出來那條公路 就是環島公路 他全國就這麼一條公路 你說這條公路跟台灣什麼關係 因為他起點有中華民國國旗 上面還有榮公處代表什麼 那個是台灣建的 然後我們到他們的那個 那個總統府 他們的總統府的右邊 有一個奠基石 那是中國的傳統 不是諾魯的傳統 我又看到什麼 我又看到中華民國國旗 那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那代表說那個又是我們捐欠 對方選擇 直接找到平衡 tails 就給大家看過 我們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